万用表的隐藏文法大公开 原来五家赤灰的万用表竟是隐藏大佬 你以为它只能测测电压 大漏特漏 三大王炸技能直接颠覆认知 非接触测电压档黑科技 不用拆墙 不碰电线 隔空就能测墙内电线带电情况 找断点一抓一个准 装修维修再也不怕出电 表笔插孔傻瓜记忆法 三秒记住空笔孔是黑表笔专属座 从此告别红黑混乱症 说明书不敢写的绝活 单支红表笔就能分辨火线零线 不同单位怎么调 排查太紧插不进 甚至连电池省电妙招都掏心窝子教你 看完这期 隔壁电工师傅都得问你要教程 诉出视频 解锁你的万用表隐藏形态 错过真的会拍大腿 先跟朋友们聊聊万用表啊 有朋友说万用表有什么好聊的呢 这么简单 有些点您还真不见得知道 废话不说 咱们直接上电货 比如说这块表 在OFF行边有个NCV档 这个NCV是干嘛的呢 其实这三个字母 是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 就是No Contact Voltage 这三个单词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非接触电压 什么叫非接触电压呢 就是可以不通过直接接触电线来测量电压 我给朋友们演示一下啊 首先咱们把拨盘拨到NCV档上 此时表紧上显示的是三个零 然后我们把它靠近电线 哎 风鸣器响了 证明这电线里边有电 那么这功能有什么实际作用吗 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如果我们想往墙里边钉个钉子 却担心钉到电线上 我们就可以先用万用表 这个NCV这个功能测一下 但是如果里边的管线离这墙面比较深 这个功能也不算太好用 那怎么办呢 这事儿以后再说 咱们自己可以做一个 咱们先说另外一个用场景啊 就是测量电线的断点 比如说设备突然不工作了 我们检查接线端子没问题 插头这边也没问题 那么此时这个电线中间断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了 但是我们检查电线却没有明显断开的状况 此时万用表这NCV档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先把设备端电开并做好防护 然后我们用万用表靠近电线 一点点查找 哎 走到这不响了 这边都不响了 所以断点就在这儿 怎么样朋友们 这个功能是不是还有点实用性 One shift later 另外跟朋友们说点有意思的是啊 有的朋友家里有个万用表却不常用 他喜欢收纳的时候呢 把这表笔拔下来 偶尔用到的时候 却想不起来哪个颜色的表笔插到哪个孔上了 我跟您说 不管有几个插孔 黑色表笔永远插在自英文的插孔里 CLM的签歌字母呢 其实是一个英文单词 CLM的前三个字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公共端的意思 其实平常我们管它叫公共地 塑制叫共地 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 说你告诉COM什么意思 我同样是记不住 这么说吧 您还记得测电流的时候需要换插孔吗 也就是说 红表笔是一个多功能的表笔 很显然 这三个插孔当中 这个插孔是多功能的 它既能测电压 又能测电阻 所以红表笔放在手 盛面黑一表笔有字还剩在这儿 温血一般 还有别问我 这是什么科研表 郑先生次第二级管的时候 这个表上面会显示这颗负四 也边有几百 它们又是试什么 我以为这里边显示的 就是这颗二级管的压价 只不过这一上波 显示单位是毫幅 也就是说 它的压降是五百五四毫幅 也就是零点五五幅 回面看啊 我们现在用万用表的交流档 测量这个排插上的电压 现在这个红黑表笔的顺序 是左红又黑 表上显示的电压是226幅 现在我们把红黑表笔掉个盖 电压显示的还是226幅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如果我们想知道 这个排插的两个插孔 哪个是零线 哪个是火线 怎么办呢 似乎这个万用表就无能为力了 今儿我就跟朋友们分享 一个万用表 说明书上都不写的隐藏技能 具体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黑表笔扔到一边 我们只使用这个红色表笔 然后我们把它插到任意一个插孔 此时这个表显得是交流1.68几幅跳动 也就是一幅多 然后我们再把红表表笔插到另一个插孔 诶上边显示的交流电压是19幅左右 很显然排插左边这个孔的数值远高于右边这个孔的数值 此时我们就可以判定 这个排插左边这个孔是火线 右边的一个孔是零线 有偏一根线是 当然了 不同的万用表显示的数值又不同 但是火线和零线的数值有明显的差异 数值高的一定是火线 数值低的就是零线 有时就这么线 看到这儿有朋友就说啊 说你这个万用表交流档只有一个 而我的万用表有多个交流档位 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的万用表交流档有多个档位 使用高档位 如果测量两个插孔不明显 那么就改成低档位试一下 这么说吧 大多数的万用表都有这个隐藏技能 聊到这儿有朋友说了 说现在的排插都带保护 这个插不进去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啊 如果插不进去 你两个同时插 就能插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拔掉一个 这个数值就出来了 哎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用过万用表的朋友们都知道 万用表上这种九伏的干电池非常不经用 怎么办呢 于是有朋友就想给他换上锂电池 换什么呢 就是这种18650电池两节串联 可是这种锂电池一节是3.7伏 两节串联是7.4伏 可是这种干电池9伏了 7.4到9伏 低了这么多 这个电压够用吗 即便它勉强够用 会不会用了几天 它就显示亏电呢 接着咱们就来做一个测试啊 看看这两节18650电池串联联起来之后呢 能不能完全替代这个9伏的干电池 但是干之前呢 咱先说一下啊 这个18650电池说是3.7伏 实际上它的满电电压是4.2 也就是说充满情况下 两节电池串联在一起 它的电压是8.4伏 其实离9伏不远了 实验的内容是这样啊 咱们先把这个干电池给它拆下来 然后咱们用这个可调电源来给它供电 咱们先把这个电源的电压调到 8.4伏 哎 现在8.48 然后呢 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咱们给它供电 现在咱们翻过来看这一面 从现在的情况看着 8.4伏 一点问题电压 然后给它调低电压 咱们看看它最低电压多少 然后咱们调低电压 8.0 7.6 7.3 7.2 还没问题 6.8 还没问题 6.7 6.6 6.5 6.4 6.2 哎 6.24伏的时候 显示亏电了 但放单一解看 这个亏电也不好出现了 也就是说 当单节的电池电压下降到3.12伏的时候 这个万用表会显示亏电 也就是说6.24伏 是这个万用表亏电不亏电的一个临界电压 这个临界电压非常的完美啊 也就是说当单节电池下降到3.1伏左右的时候 其实你这节电池又该充电了 也就是说提示充电的时候您就充电 充满电您就接着用 就没问题 这个实验结果其实很明白了 就是说两节18650的锂电池完全可以替代 9伏的干电池 但是问题来了 万用表的电池舱人家是给这个干电池设计的 你放两节18650电池完全放不进去 于是有的朋友就给这个万用表加了一个大背包 行是行啊 就是显得笨重了点 那么有没有更完美的解决方案呢 有 其实我就分享给朋友们 其实完美的方案不需要太复杂 18650电池不是太大吗 您只需要买两节这种小的锂电池就行了 这种小号的锂电池呢 其实和18650电池一样 都是3.7伏的 满电电压是4.2 虽然电压一样 但是个头就小了很多 那么这种电池哪去买呢 其实网上就有啊 记住它的名字 你一搜就知道了 它的名字叫14500 这个大小跟咱们这个5号干电池其实一样的 对比一下 看看差不多吧 咱们把这两节电池放进来试试啊 哎 哎 怎么样 非常的完美 盖子盖上也没问题 但是你也别高兴太早了 由于万用表的厂家不同 电池舱的大小设计的也不太一样 我这个刚刚好不见得您那就合适 买这个14500之前呢 您找两节5号干电池 您放进去试试 够不够用 一试便知 得今儿的分享 啊 啊 哈哈哈哈